將中野遊記換下場休息 換上8號的伊藤百合子 23歲的一位選手 我們看一下這個球被封了下來 被Tichenko封下來 整個在Blocker方面呢 現在NC隊已經打到10次了 跟防防14次還是領先 這個球好球 這個球出手蠻快的 Rutamo-Roma也是有53%的攻擊成功率 NC隊這個球接得不錯 結果再往前呢 讓9號的Tichenko打一個西式的被飛快攻 61%的攻擊成功率 對 他只要一跳上來呢 就可以看 因為對方的籃網都沒有跟上嘛 所以就很好打 對 等於說在不射防的狀態下 與曲與球 Rutamo-Roma這次馬上是懷疑顏色 搶回了8球拳 而且今天我們可以看得出來整個NC隊的攻擊 不但是防守好呢 在攻擊方面的變化也比較多一點 對 所以說整個NC來講呢 他的這個戰術是蠻靈活的 對 對 最主要是因為對方的發球 帶給自己的球員呢 接發球 不穩定的情況下 每次球 不一定能夠舉到舉球員定位 所以攻擊的一個戰術呢 也就顯得比較呆板 不能夠有比較靈活的一個變化 對 所以我們從今天這兩隊的這個身材 身高來講呢 像Twebo他的身高呢 就比較高 對 那他呢 有時候我們像我們這個排球來講呢 身高 高的人他不一定防守好 嗯 所以呢 這也就應驗了今天這兩隊 像今天的東洋球 他身材比較高 所以接發球就比較差 對 那相反的NC呢 他雖然人矮 但是他的這個整個那個動作都蠻靈活的 是 又變化又多 嗯 在今天賽前呢 我們為大家介紹過 東洋房的平均身高啊 比NC隊高出了將近7公分 那麼這個從這個瘋狂成功力 也可以看得出來 東洋房是比較好一點 對 但是在防守 這跟攻擊的靈活度方面呢 就是NC隊要來得好一點 我最主要今天的這個Twebo呢 他的這個快攻啊 也都沒有 嗯 那為什麼會沒有快攻 也就是說他們的接發球 沒有接到前排來 所以這個快攻也就少了 嗯 現在8比5NC隊領先 這球給大巡一球美 我們看看被封回來 就再往前打快攻 小林這個快攻得逞 比數形成了9比5 這個舉球的這個非常的漂亮 對 單手舉球 十一美季的單手舉球呢 讓小林這個往前的快攻打得非常的漂亮 後半段一個精彩的賽程 首先東方坊在這個時候又再度的換人 換上的是11號的古川雅記 古川雅記21歲的選手 滿年輕的 這個球給中野遊記被封了下來 球陣球還是給中野 又被封了下來 打不過去 第三次還是給他 我們再看一次 又被封了下來 連續三次的攻擊 我們看看 整個在東方坊方面呢 這連續三次都給同一個人 而且三次都被封下來 這是不是在戰術上面 必須有一點需要捲逃的地方 對 像這個情況呢 他打不過去的情況 如果我是舉球員的話 我會把它做給後排 做個變化 對 做給後排 因為呢 Toyebo的後排也算是蠻好的 很可惜 這個球呢 NC隊整個球員並沒有人去碰到 又是一個出界的情況 所以現在比數形成了12比5了 NC隊領先達到有7分 這球我們看打後排 NC隊的進攻 這個被封網封了下來之後 NC隊再組織另外一部進攻 但是又被中野遊記給封了下來 在剛剛那段時間 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東洋坊的攻勢呢 似乎是有點亂的步調 對 其實像這種情況呢 就最主要還是要接發球 因為他的接發球不好的時候呢 就沒有辦法發揮他的攻擊跟戰術 NC隊剛剛將下谷加拿換上了 換下踢選口去休息 晶雲博子這次的攻擊得逞之後 比數現在是12比5 跳跳發球過來 這個球出界了 這球還好沒有摸到 對 差一點點 大選玉九美的跳發球非常的有威力 再將比賽帶給東洋坊相當大的壓力 這時候再次將穿上至寶裡換上來 將古川雅記換下場去休息 東洋坊的發球 目前落後7分 這個球接得不錯 巴特夫奇呢 這個往前的恭喜 可惜了 所以我們今天呢 整個在防守方面 真的NC隊的表現 要來得比東洋坊 好的蠻多的 像剛剛這種 風網有碰到的球 在後面呢 防守的球員 往往都不能很有效的上去接應 對 由剛剛的這種 Touch到的球 沒有辦法接上來 反攻的人 這跟NC完全是不一樣的 對 那我們看NC呢 剛剛被封下來的球啊 還是能夠很有效的這樣球 可以救上來 結果這個球 大靈素子發揮了威力 讓NC隊接出了界外之後 現在拿回了8球全 5比12 東洋坊正式落後 這個球 巴特夫奇呢 再往前呢 這個攻擊被 東洋坊救了回來之後 再一次 還是巴特夫奇呢 又被救了回來 這時候來一個突破了 第三次了 好球 這個球 我們看到對方接到之後 彈得非常的遠 對方呢 對方呢 如果光有一位選手要去封他 幾乎是不太可能 對 這個球東洋坊接得不錯 我們看看 還是給阿露塔摩龍 這個球簡直就是 立定起跳了 原地起跳 還能夠打這麼強啊 這個修正球還是給他 但是掉球過來之後 NC隊這個球啊 沒有處理好 再往前 我們看到 大靈素子 在往前處理這樣的球啊 非常的有技巧 對 像這種球呢 你說 要去打他嘛 用單手的話 又怕這個 過往擊球 用雙手的正面 有人防守 所以他的這種邊線呢 往邊 往下 是最難防守的 對 對 NC隊再度換人 將T選口換上來 將10號的效果加難 換下場休息 這時候T選口一上來 東洋坊的防守呢 又要吃苦頭了 對 阿露塔摩龍瓦這個球 被對方接了起來之後 哇 這個球呢 打一個後排的攻擊 大選一九美 這個後排還真危險 對 那前面呢 還有一位隊友啊 在底下當電背 阿露塔摩龍瓦的一個長攻 好球 打直線 今天兩隊的這個 不同的地方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說 像這個 大炮的這個攻擊 我們看到Toyobo 他的這個修正啊 都是在 三公尺左右 對 所以說你即使有再好的條件 要打這種 從三公尺打 還是 一定是在後排嘛 是 那遇上了這個防守好的呢 根本也沒有什麼用 但是相反的NEC 他的這個修正球 都蠻穩定的 能夠送到三公尺以內 這樣子呢 對一個主攻手來講 就很好打了 對 我們看到剛剛 阿露塔摩龍瓦 這個攻擊 還是非常的精彩 搶回了方球權 7比13 穿上至寶裡的發球 這個次是發球的分了 金雲脖子 這個球並沒有能夠接得好 我們看一下 這個球會突然往下掉 金雲呢 嚇了一跳 對 像這種球呢 剛好是掉在前排的這個後面 是 而且他現在的這個前排呢 憲哥又蠻高的 對 忽然掉下來後面也會看不到 滿尷尬的一個位置 對 不過剛剛呢 馬上NEC隊搶回發球權 又是發球沒有接好 只能修正球給這個阿露塔摩龍瓦 這個球給主球員來打 滿有趣的一個狀況 往前阿露塔摩龍瓦還是呢 靠著他升高的優勢 以及手腕呢 轉得相當漂亮 對 像他這個球呢 已經是原地起跳了 所以他呢 也只有靠手腕 手臂伸得高高的靠手腕去點而已 跳發球過來 NEC隊的進攻 再往前快攻呢 非常快 這速度還不到5秒左右 就已經將發球權搶回來了 高達60%的攻擊成功率 13比8 NEC隊領先 這個球NEC隊接得好 這個球呢 我們看到是觸網了 再往前 東方方封往觸網 非常可惜啊 讓NEC隊拿下了第14分 14比8 會不會是決定性的1分呢 竟然最後是摩龍瓦 這個接發球失誤 結果在第4局 決定性的J局 NEC隊還是拿下了勝利 可以說在J局當中 整個NC隊的表現 還是相當精彩 在拿下J局之後呢 整場的比賽 就是3比1 由NC隊 戰勝的東洋方 四局的比數分別是15比2 11比15 15比11 15比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